你好 吴女士是吧 祝您用餐愉快 好的 好 再见啊 因为疫情期间有好多骑手觉得医院的订单有点发怵吧 如果都不送的话 谁送呀 画面中的人叫李妍 是北京的一名外卖骑手 这是她做骑手的第五个年头 工作生活都在通舟 这里的每条街巷 她都烂数于心 去陆河医院 等陆河医院的一位吴女士出来骑餐的 疫情之下 街上行人稀少 医院门口却人头攒动 李妍所负责的区域 有两个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发热门诊 和一家定点收治医院 与大多数人不同 见到医院的订单 李妍往往第一时间抢下 由于曾一度包揽片区内所有医院的订单 她也被称为片区的医院送餐王 在03年的时候 我得过一场大病 是医护人员帮我走出病痛的 所以说我对医护人员有一种特别的感恩之情 疫情期间 那段时间 大家都不愿意送医院的订单 然后医院的订单在后台挂着 我直接就拿上了 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 最起码得让医护人员吃上一口热饭 才能安心地工作 送完第一单之后 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害怕的 所以在后来见到医院单子 也就属于那种顺理成章的 拿着就去送了 匆匆吃完煎饼 灌了几口水 在十分钟不到的午饭时间后 李延戴好头盔 做好消毒 又出发了 疫情期间 不少人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 但像李延一样的外卖小哥 却进入了加速模式 李延说 这半年来的工作经历 让他更坚定了 坚持为医护人员送餐的想法 有过一次就是护士站点了好多饮料水 有个整箱的水 还有好多饮料 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然后我拿上送的时候 我提前给护士打电话 我说您得派两男同志过来 一个人拿不了 然后他说没问题 您甭管了 然后到医院门口的时候 一个挺瘦小的护士 推着个轮椅过来 把所有的东西放到轮椅上面 推着过去 我就想着肯定是医护人员特别忙 要不然也不至于一个人过来 每一个人都尽自个的一份心 也算是为他们做后盾 做支援 入行五年 李延见证了外卖行业的成长发展 也切身体会到外卖员这一职业 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有我的同行老季 他首次登台国心办 他提出的是 我们起手是城市的百度者 当时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他们是武汉的城市百度者 现在我们是北京的城市百度者 去年国庆阅兵的时候 我们外卖起手也出现在了游行方队里面 平时送餐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顾客都会说一声 谢谢辛苦了 我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热乎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起手这个行业 首先得到社会的认可了 在疫情期间 我们更是得到社会的尊重了 李妍说 为了能让更多在一线打拼的医护人员 吃上一口热饭 他愿意一直送下去 她们肯定会做好管理 人们肯定会拿到一口论 我们肯定会